盟友围堵大陆 而此举外界也解读 美国大选要到了 这样的会台 是不是与十月惊奇有关呢 外界也都在等着看 美国和大陆将在十月先后 派外相访问日本南韩和蒙古 让台湾的邻国成为美中角力新战场 美国国务院29号宣布 国务卿蓬佩奥 将在十月四号到八号展开亚洲行程 首先十月六号会到日本 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会面 届时蓬佩奥将和澳洲 印度和日本的外交部长 举行第二次的四方安全对话 重点聚焦在和大陆的关系 包括印中的边界纷争 还有在东海上的争议 当然钓鱼台的问题 也会是讨论点之一 蓬佩奥十月七号访问蒙古之后 当天飞到南韩 预计在十月七号八号两天 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 针对南北韩问题和韩美同盟等议题 进行讨讨论 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南韩能选边站 那些以为自己拳头大 就可以无视和破坏国际规则的人 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面对美国的围堵动作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也将在十月中访问日韩 以反制美国的印太结盟 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 最近接受《华盛顿时报》的访问指出 大陆最近强行吞并香港之后 担心台湾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对于大陆近来频频军事威胁台湾 表明台湾需要提高防卫能力 建议台湾要采取实力换取和平政策 来反制大陆的威胁 记者李云正报道